或许从枪身上的纹路可以探究清楚大枪的主人究竟是人族帝王还是域外邪魔 林成心中暗存 若是域外邪魔的兵器 那定然会带着异样的气息 虽然我的实力低微 但是最起码的分辨能力还是有的 想到这里 他立刻放出感知 细细地探究枪纹身上的纹路 林成心中带着警惕 极为小心 既然知道这大枪的不凡 就不能贸然地探究 不然的话 哪怕只是残留了一丝的余味 也足以瞬间摧毁他的感知 让他变成白痴 枪身上的纹路看起来并不算复杂 但是却带着一股莫名的韵味 林成的感知沿着纹路延伸 很快林成就发现 原本看起来并不算太过复杂的纹路 要想感知清楚 却是极其困难 这每一道纹路都仿佛蕴含着极大的玄妙 让他的感知每往前一寸都变得无比艰难 渐渐的 林成无法再刻意的控制感知 因为 若是不全力放出感知的话 他根本就无法探查 于是他开始加强感知 突然 林成猛然间眼前一花 下一刻 他竟然出现了一片苍茫混沌之中 林成骤然大惊 想要后退 却发现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啊 陡然间 一声带着浓浓 怒意的低吼 在林成耳边乍响 他浑身一震 下意识的转头看去 就只见在不远处的混沌之中 不知何时竟然出现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身高千丈的巨人 只见他身着黄金战甲 头戴五彩金冠 脚下踏着山川大岳 头顶上方 悬浮着一方晶莹剔透的宝印 这宝印 似乎是已经残破 缺了半边 但即便如此 却也巨大 如同小山一般 丝丝狂暴把绝的气息吹下 笼罩着那伟岸男子的全身 那男子身上的战甲 同样已经残破 但是却充满了霸气 和让人忍不住心生败福的威严 只见他的手中持着一个巨大的宝弓 一杆黑色的大枪便是他的剑 弓悬拉动 天地都为之称颤 这 那杆大枪 林承心中大叫了一声 他认了出来 这宝弓上搭的正是他正在探查的那杆大枪 他这才明白 原来这根本就不是枪 而是剑 是这个伟岸无比男子的一根剑 神族帝王 林承激动的浑身颤抖 他拼命地睁大眼睛 他已经意识到 眼前这个伟岸的男子究竟是谁了 这就是传说中 上古时代 那位人族帝王 那个不惜生存 也要诛杀玉外邪魔 守护人族的那位帝王 天地之间 仿佛有惊雷乍响 剑出 一往无前 快到了极致 仿佛滑破了岁月 穿越了时间 这一剑 蕴含着 无尽的摧毁之力 恐怖到了极致 在这伟岸男子的对面 有一团灰色的迷雾 当人族帝王射出这可怕的一剑 哪怕是传出了一声怒吼 那吼声中 都带着愤怒和惊惧 下一刻 一道乌黑的光闪过 斩在了剑上 哐当一声 天地震动 空间崩塌 当那一剑被斩断 人族帝王上前一步 这一步跨出 山川和月都在倒退 仿佛连时间都出现了倒流 刹那间 人族帝王的宝印落下 如同雷霆压顶 盖向了那团迷雾 就听轰轰轰的声音 随着宝印的落下 周围的空间 无法承受如此可怕的被压 开始崩塌 那团迷雾中 更是发出了阵阵怒吼 宝印终于镇压而下 这一刻 天地彻底的崩塌 迷雾中的怒吼 也终于渐渐没有了声息 人族帝王伸手一回 被斩断的一截剑 出现在他的手中 那锋利的端口 朝着迷雾披下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震响天地 静儿戏 静儿戛然而止 而后 那团迷雾终于散开 只见 下方的大地上 一座灰色的大山 被一分为二 上面还有黑色的血 在流淌 在流淌 这是 这荒山 竟然是 鱼外邪魔的尸体 凌晨看到这一幕 猛然睁大了眼睛 脸色巨变 仿佛 活见了鬼一般 他的心里惊骇到了极点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这荒山的来历 竟然是这一般 这荒山竟然是 域外邪魔的尸体 嗯 不 不对 或许 这域外邪魔 只是被震杀在 荒山底下 这荒山上 只是沾染了 域外邪魔的血而已 林成难以置信 域外邪魔的尸体 怎么会如此的巨大 可当他想到 人族帝王 居然身高千丈 他顿时便正住了 因为他突然发现 那位身高千丈的人族帝王 不知道什么时候 也消失了 他猛然转头四望 迎面却看到了 竹子翘担忧的翘脸 他不由挣住了 丫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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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吗 当然是我了 林成 你怎么了 竹子翘急忙问道 我 我这是 林成 猛然间发应过来 立即朝旁边 往去 他这才发现 自己 还是在那黑色的 大枪之上 竹子翘 就在他的身边 难道 刚才那些 只是我的幻觉 林成 待住了 竹子翘 不由问道 林成 什么幻觉 你是不是 看到了什么 林成 轻轻轻的 轻轻的 点了 点 头 目光 不由 落在了 他身下的 黑色大枪上 看着那 上面的 纹路 他 渐渐的 明白了 丫头 这的确是 一千 一宝 竹子翘 有些担忧地 看着林成 你 你刚才怎么了 我 我有什么 异样吗 刚才 你一直盯着 你的旁边的 峭壁 目光发直 却双目无神 仿佛 浑游天外了一般 而且 不管我怎么叫你 你都没有回应 这几个 时辰 都是如此 我还以为 你 哎 你没事就好 刚才 竹子翘忽然感觉到 身边有一阵波动 他立刻从修炼状态中 退出来 可等他看到 林成的样子时 不由心中 咯噔一下 林成 双目无神 呆呆地看着 眼前的峭壁 浑身的原力 却是 不时的波动 但不论竹子翘 如何地叫他 他都没有半点的回应 就仿佛 没有了魂魄一半 这让竹子翘 一颗心 顿时提了起来 而且 最让竹子翘 担心的是 林成 保持这样的姿势 一坐 竟然就是四五个时辰 这中间 他竟然连手指都没动一下 若不是他的脉搏 还强有力地跳动着 身体的原力波动 还不时地散发着 那他跟一个死人 简直就没什么区别了 朱子翘当时 还以为林成在修炼上 遇到了什么问题 他在不了解情况的时候 又不敢冒人地 去移动林成 所以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 在旁边守护 林成文言 却是忍不住大吃一惊 几个时辰 我只是 这么一晃神 他所看到的那场 人族帝王 与域外邪魔之间的激战 从头到尾 也不过是短短的片刻时间 到了那个级别的盖世 大能 速度已经快到超出寻常人的想象 就如同林成所看到的 那人族帝王 一步跨出 山川和月都在倒退 时光仿佛都在逆流 所以 可想而知 这种级别的战斗 将会是 快到何种程度 而且 林成所看到的 也只是这场 激战的最后 也是最终的必杀一招 那么 域外邪魔防住了人族帝王 射出的黑色大剑 却无法挡住 那残破的帝王宝印的镇压 最后 就被镇杀在了天地之间 而后 便是空虚坍塌 天崩地裂 人族帝王 消失不见 想到这里 林成木然一惊 难道说 我所看到的那一步 人族帝王出手 导致了时光倒流 所以才会出现了 我只觉得 只过了一瞬间 丫头 却觉得已经过了几个时辰 这一个念头 刚出现在脑海中 他就立刻摇头失笑 这种想法 他自己都觉得很荒唐 他又没有亲身经历 人族帝王 与域外邪魔之间的斗争 只是看到了 那过往的湮灭在 历史长河中的 一个片段而已 又怎么可能会影响到现在呢 小贼 你在想什么 林成 又陷入了参思 不时地微微皱眉 这让竹子翘不有担心 林成迟疑了一下 还是将自己所看到的 说了出来 丫头 我刚才 在探究这医保的时候 出现了幻觉 竹子翘听吧 不由恶然地 瞪大了眉眸 啊 这黑色的长枪 竟是人族帝王的弓箭 我知道 这太过匪夷所思 不过我确实是看到了 啊 传说 修为极高的大能 拥有各种 通天阵地的大神通 而且他们 所使用的兵器 也都具有灵性 甚至 会产生自己的灵智 看来这传说是真的 你之所以能够看到这些 恐怕就是当年那场激战 被这黑色大剑 给记下来 因为你用感知 探查了这上面的纹路 所以才看到了 这段历史长河中的画面 这么说 我看到的都是真的 应该是真的 竹子翘点了点头 美眸中带着惊叹 这黑色的大剑 应该也是具有灵性的异宝 虽然 它被斩断了 可却将当年那场大战的点滴 给硬刻了下来 这么说来 现在这黑色大剑 仍然还有灵性 这 已经过去漫长的岁月 这黑色大剑的灵性 应该 已经消失了吧 灵城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心中不由一松 想来也是 此刻 距离那场上古大战 不知道 过去了几万年 如此漫长的岁月 即便是再有灵性的异宝 也应该 被磨灭得差不多了 不然的话 若是这黑色大剑 真的还要灵性 又怎么可能 会任由他们 坐在上面修炼 还肆无忌惮地探究 不 不对 既然灵性已经被磨灭 那为何 还有如此恐怖的胃啊 临城忽然想到了什么 或许 这黑色大剑的灵性 已经消失 但是 它自身的来历 以及它身为 异宝的本能 却没有被彻底地磨灭 就比如 一些上古的遗迹中 出世的某些宝物 虽然还有波动 但是 却已经极其微弱 没有任何价值了 临城闻言 挣了一下 而后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嗯 看来 应该就是如此 这大剑的威亚 对我们来说 的确是很恐怖 但那是因为我们太弱 它的这股威亚 比起它当年那一剑 射出毁天地秘的威势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这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临城不由暗自庆幸 他们遇到这大剑 正是时候 若是他前世有机会 遇到这黑色大剑 怕是早就被镇死了 而若是再晚几年遇到 恐怕这大剑上的威亚 会减弱几分 那对于他们而言 就无法借助其达到了极限了 这应该 也算是那位 人族帝王的传承吧 虽然没有任何的功法 战绩 可只是这黑色大剑上的威亚 就已经让我们受益无穷了 临城很快就想通了 他洒脱地笑了笑 这是那位祖先的庇护啊 竹子翘也点了点头 说道 嗯 就算那位人族帝王 真的留下了传承 恐怕也不是我们所能销售的 境界的差距太大了 反倒是有害无益 说的没错 所谓造化 也是需要机缘的 这其实跟选择功法 战绩 是一样的道理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能够达到舞者阶段的极限状态 这已经是完全实现了 临城和竹子翘两人 进入秘境之后的期望 至于说 是不是能够得到其他的传承和医保 两人根本就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能够得到 那自然更好 得不到 也没什么遗憾 况且 两人的身下 可是还有一截黑色的大剑 哪怕这大剑的威亚 已经被岁月磨灭了绝大部分 但仅剩的这些 对于两人而言 仍然是一件异保 并且 是西式南巡的异保 这同样也是不亚于 达到极限的巨大收获 对了 丫头 你已经 你已经 达到极限了 竹子翘 微微低下了头 他娇俏的脸上 露出了一抹迟疑 还没有 我似乎 感觉不到自己的极限 这让竹子翘 有些苦恼 临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 可他 却根本没有这个迹象 可问题是 他们所携带的丹药 却支持不了太长时间了 临城沉吟片刻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可行 什么想法 临城的目光 落到了山下的这根 黑色大剑上 这山体 虽然坚硬无比 寻常的兵器 无法破开 但若是我们能够 将这大剑取出 你 你是想用这大剑 作为兵器 破开山体 借此离开此处 只是 不知道以我们的实力 能不能取出 如果失败的话 或许 就真的要离开了 可惜 我们的储物袋 都打不开了 不然里面的药材 足以支撑我们 在此修炼 半年以杀 这秘境之中 极为怪异 不光灵器 在此绝技 就连他们身上 携带的储物袋 都无法打开 那储物袋里面 可是有着大量的药材 但此刻两人 却是只能 空手着如此多的药材 无可奈何 那我们 就试一试 实在不行的话 再离开 好 林承 点了点头 倒也没有多少忐忑 毕竟 如今的他 已经达到了极限状态 远不是之前 掉下来的时候 可以逼的 现在 即便是他们 不借助任何的兵器 他也有信心 带着朱子鞘 直接落下 以他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连续不断地 批出猎杀掌 也可以坚持很久 随后 林承 深吸一口气 双手抓住大剑 双脚 蹬在山体上 催动原理 尝试着 往外拔出大剑 随着林承 开始发力 顿时 那大剑固定在山体上 竟然开始碎裂 大剑轻而易举地 就被拔出了一大截 仿佛 在这大镜的前面 原本坚硬到 令人发指的山体 竟变得如纸壶一般脆弱 可行 林承 顿时眼睛一亮 立刻加大力量 猛然一抽 蹭的一下 下一刻 剩下一大截剑头 瞬间就被拔了出来 两人猛然开始 与大剑一起往下坠落 然而这个时候 两人却没有半点慌张 大剑在手 让他们拥有了 无穷的信心 林承非常高兴 双手猛然用力 将大剑往峭壁上插去 就如同是神力兵器切豆腐一般 大剑瞬间刺入了峭壁之中 两人立刻身刺入了峭壁之中 两人立刻身形一顿 挂在了峭壁上 哈哈哈哈哈哈 林承不由哈哈笑了起来 有如此神兵 哪怕这峭壁有千丈身 也挡不住我们 当这半截大剑 握在手中的那一刻 林承下意识地想起了自己的感知 曾经看到的那一幕 那位人族帝王 头上薄印 垂落万道 苍茫气息 威压八方 身前 一张大功晴天 黑色的大剑 搭在弓宣上 带着无与伦比的奇迹 无人可挡 剑出 锐利无比 天崩地裂 大剑所过之处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 一如眼前此刻 那原本坚硬 超出林承两人想象的峭壁 在这黑色大剑的面前 如纸壶一般 仿佛 这座荒山本身 就是用泥巴堆起来的 轻而易举的 就能够穿个通透 林承不由自主地 受到了那位 人族帝王的感知 心中豪气顿生 冲天而起 他哈哈大笑起来 也不管 这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堆成的 灰色荒山 究竟会不会是 域外邪魔的尸体 他手握大剑 他下意识地沉浸在 那位人族帝王的 盖世豪情之中 林承知道 自己没有那位 人族帝王的霸气和威势 但是他却愿意 与那位人族帝王一样 面对强敌 绝不畏缩 一枉如前 林承一手搂着 竹子翘的腰肌 将他圈在身体上 另一只手抓着大剑 两人下坠一段距离 林承便将大剑 插进峭壁中 让两人深情一顿 而后他再拔出 两人继续下坠 如此不断反复 使得两人平稳地下落 此时的林承 已经处于他所能达到极限的 舞者的最佳状态 实力处于最巅峰时期 他又手握人族帝王的 一宝大剑 他心中豪迈万丈 此刻 别说这下方只是峡谷 哪怕是无尽的深渊 他也敢下去闯一闯 五十米 一百米 两百米 林承和竹子翘两人 在不断地下落 一顿一落 渐渐地 他们的视线中的景象 也出现了变化 随着两人下降几百米之后 那原本光滑 但是却毫无生气的峭壁 已经出现了斑斑点点的绿色 那是一些软藤的竹汁 攀爬在峭壁上 这也让林承两人谨慎了许多 因为谁也不知道 这些软藤蜘蛛 里面会不会隐藏什么生灵 就林承所了解的 在秘境之外 有几种毒蛇 最喜欢在这种软藤蜘蛛里 前世林承在采药时 就曾经差点死在一条 只有孩童手指粗细的 毒蛇的口中 如此以来 林承两人下坠的速度 就缓慢了许多 他也就能更仔细地 去感知下方的环境 渐渐地 林承便发现 这峡谷之中 越是往下 元气就越是浓郁 就连峭壁上的竹枝 都散发着 比其他地方 更加旺盛的圣迹 这让林承不禁心中惊讶 能够有如此情况出现 这至少说明了 峡谷中肯定有不凡之处 他忽然想到了 台文星所说 之前 那股奇异的波动 来自于峡谷中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小贼 这里颇有些不凡 朱子翘在林承的耳边说着 这悬崖向方 如此地生机勃勃 与寸草不生的荒山 简直是两个世界 给人的反差 实在太过强烈 林承微微点头 嗯 是的 要小心 朱子翘已经将长刀握在手中 林承握着大剑 往下降落 他负责警戒 突然 一声鸣利在峡谷中响起 这声音如同惊雷 让两人陡然一惊 下意识地 就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看去了 然而 还不等他们两人 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 发出的声音 就忽然感觉到 眼前一黑 下一刻 就仿佛是一片乌云 遮蔽了峡谷上方的天空 紧接着 一股微牙传来 让两人不由自主地 心中一紧 两人下意识地抬头 顿时之间 他的脸色就变了 只见 在那悬崖上方的天空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片黑云 然而当两人定睛看去 却惊恶无比地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黑云 而是一只大鸟 这是一只体型庞大 无比的巨兽 两人甚至能够看清楚 那如同金刚一般的立爪 还有那乌黑的巨拙 这只巨琴在空中飞翔 那一双巨大无比的翅膀 延展开来 竟至少有数十米长 他从悬崖上空飞过 简直就如同乌云压顶 遮天蔽日 是那只猛琴 临城忍不住脸色一变 他甚至不用仔细辨认 看出来 这只巨大到让人震惊的猛琴 正是他之前看到的那一只 想到那猛琴的可怕 他浑身都忍不住紧绷了 一只手更是紧紧的 圈住竹子翘 听到临城 认出了这只猛兽 竹子翘也是心中一惊 哪怕是没有看到 那猛琴捕捉的场景 竹子翘也知道 这只猛琴 定然是可怕到了极点 不说其他的 单单只是如此庞大的体型 那就意味着 这猛琴恐怕已经 活了不知道多少年 在这元气如此浓郁的秘境之中 这庞大的身体 更是不知道 吸取了多少恐怖的原理 要知道 如此庞大的猛琴 在外界 那绝对都是属于妖兽级别的 并且哪怕是妖兽之中 也绝对属于等级很高的妖兽 甚至是处于 金字塔顶端的可怕妖兽 这秘境之中 虽然没有灵气 可是 恐怕只是 自然吸收这里浓郁的元气 能够长到如此巨大的体型 也已经足够可怕 况且在外界妖兽 还有修炼者制衡 可在这秘境之中 却是不会有修炼者来对付他 除非有他的天敌存在 或者 还有比他更厉害的 可怕的猛琴 不然的话 他 在这秘境之中 应该是最可怕 也是最强大的存在了 更何况 比起在地上活动的猛琴 飞琴 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优势 所以 临城两人猜测 这秘境之中 恐怕没有能够制衡 这只猛琴的存在 啊 突然 竹子翘惊呼一声 他低头了 好像 临城同时脸色一变 不好 丫头 他在看我们 快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见那只猛琴 骤然间一声黎鸣 陡然 振翅朝着他们 俯冲而来 那猛琴还没到 一股微压 就席卷而来 丫头 抱紧我 临城大吼一声 一下将大剑 从峭壁中拔出 两人骤然间快速下降 对于武者而言 面对如此巨大的猛琴 只要不傻 就知道绝对不能与之硬碰硬 更何况现在两人 根本就没有落脚之地 这空中完全就是 对方的地盘 他们绝对 占据了下风 所以最好选择便是下去 在地上与这只猛琴较量 事实上 临城虽然心中紧张 但是却不惧怕 他知道这猛琴可怕 可此刻的他 也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 同时 临城也从某兽 散发的这股威压上察觉到 这猛兽的确是强 但是自己与他的差距 也并没有那么巨大 这威压 或许让一般的猛兽 浑身发软 无法抵抗 但是对临城却没有多大的影响 虽然 因为人类的体质 天生便无法 与秦磊相媲美 可是 临城相信 自己 却也并非完全没有一战之力 更何况 他的身体 还有竹子翘 两人联手 也未必就怕了这只猛禽 然而 临城两人下跪的速度很快 那猛禽的速度飞行 也更快 他一生黎明过后 那巨大无比的身体 就如同离巡的剑 瞬间就冲了过来 眨眼间 这猛禽就已经到了临城两人的头顶 那双乌黑如损铁一般的利爪 骤然间朝临城两人抓来 牲畜 其人太甚 临城怒喝一声 这利爪可怕 只要被抓住 恐怕就是一个死 然而 非但没有让临城恐惧 反而因此 彻底地激起了临城 斗志与怒火 看我剁了你的爪子 临城怒吼一声 一手圈住朱子翘 丫头 早已经与临城默契无比的朱子翘 听到他的叫声 便明白了他的意思 刹那之间 他浑身的圆里 疯狂地催动 两掌闪电般向下 批出数掌 那强劲无比的掌力 让两人快速下坠的身形 猛然一顿 就在这一瞬间 临城两手紧握黑色大枪 以剑作刀 猎羊刀 骤然劈响了 已经即将抓在他头顶的 那一双利爪 刹那之间 汹涌澎湃的圆里 从临城的身上激荡开来 如平静的火山突然爆发 又如山崩海啸一般 澎湃的圆里 毫无保留地 灌注在这黑色大剑上 这一击 临城毫无保留 他不断用出了式的力量 集中了最精纯的原力 同时 更是将自己 对猎羊刀的理解和修为 都集中在这一刀之上 这一击剔除 就连临城头顶上方的空气 都在震荡 他的视线 似乎都变得扭曲 刹时间 黑色大剑与利爪相交 临城浑身一震 就仿佛一剑 劈在了坚硬无比的金石上 让他手腕一抖 几乎抓不稳 那巨大的反阵之力 让两人瞬间就坠了下去 然而 当黑色大剑与利爪交击的那一瞬间 那猛琴却是陡然间 一声凄厉的鸣叫 这凄厉的鸣叫声 仿佛蕴含了浓浓的恐惧 疼痛 就仿若是一只受到巨大惊吓的兔子一般 完全没有了之前那凶猛无比的气势 下一刻 他那庞大无比的身子 一下撞在了峭壁之上 也往下坠落 这猛琴骤然发出凄厉而又恐怖的鸣鸣 一对巨大的翅膀 拼力的震动着 终于稳住了身形 而后 如同受到巨大惊吓一般 拼命的朝上空飞去 闪电般跳离 这个时候 若是仔细看的话 就会发现 他那被斩中的利爪上 其中一根爪子 更是瞬间裂开了一道裂缝 黑色的大剑 插进峭壁中 林成与朱子峭下坠的身形 骤然间一顿 凄厉的惨叫声 从空中传来 两人都不由松了一口气 抬头看去 就只见那只巨琴 已经高高的飞起 在高空中盘旋 锐利的目光 从空中盯着他们 不时地发出尖锐的叫声 林成抬头看着 不由地冷笑一声 哼 色力内人 若是在地上 刚才那一下 就要让你再也飞不起来 这猛琴的确很强大 甚至可以说是强大的有些可怕 但是林成却是宜然不惧 甚至经过刚才的交手 他有信心 独自一人就可以与这猛琴较量 并且不落下风 尤其是林成手握人族帝王 留下的一宝大剑 整个人的战力都提升了一分 刚才的交手 虽然极为短暂 只是刹那之间 就已经完成了一击 但是林成却清楚地看到 那猛琴其中一根爪子 瞬间就被大剑 那不算太过锋利的剑头 斩出了一条锋利 那猛琴 他的爪子 确实比金铁还要坚硬啊 被斩出了一条缝隙 这也就意味着 那根爪子 几乎可以说是被废掉了 林成心中 不仅有些遗憾 也就是他没有落脚之处 无法发挥出权力 不然的话 刚才那一击 他绝对可以将那只 禽兽的爪子给斩下来 一击便伤了猛琴 并且还是给这畜生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这让林成不禁信心大增 心中更是惊叹 这大剑异宝的坚硬无比 虽然这大剑 经过漫长岁月的侵蚀 威能已经微乎其微 几乎可以说是威能不在 但是即便如此 这大剑却仍然是一件难得的异宝 光是这大剑自身的材质 就已经称得上是西式珍宝 至少林成到目前为止 先后活了两世 还从未见过如此坚硬锋利的衣宝 那般坚硬到让人发指的峭壁 对于大剑来说就跟纸糊的一样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人震撼 要知道 之前台文星交给他的那一双匕首 材质就已经相当不错 从归衣宗带来的匕首 自然不是一般的兵器可以比的 可是 在这大剑的面前 那双匕首跟废铁 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不 林成不由摇头 用那匕首跟大剑相提并论 这本身就是对大剑的一种侮辱 小贼 那畜生还没有离开 似乎还想攻击 哼 他不敢 只要这畜生不傻 他就绝对不会再次攻击 这畜生的优势 无非就是来自于他能够飞行 并且体质要远远超过人类的体质 可当林成手中握着的大剑一宝 这猛兽超强的体质 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天空中巨琴似乎看到了林成脸上的冷笑 他感受到了林成对他的轻蔑 顿时怒鸣一声 一股微压席卷而来 林成 神色不变 一掌拍出 顿时将那不弱的微压拍散 秦兽又是几声力叫 在空中盘旋 盯着林成两人 然而 林成确实能够感受到 这巨琴并不是在盯着他 而是在盯着他手中的那一截大剑 他不由冷笑 看来这牲畜 果然是惧怕人族帝王留下的一宝 在大剑的面前 巨兽 臭染使 金身铁骨也没有什么用 片刻之后 巨琴不甘心的鸣叫了两声 振翅飞走了 林成也收回了澎湃的原理 这畜生是怕了 小贼 你说 这个巨琴为何会攻击我们 竹子鞘却是微微出眉 他说道 以这巨琴的体型而言 我们两个人 在他的眼中 应该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 就算是 要捕猎 也应该 去找一些身形更加庞大的野兽 才对啊 况且我们两人挂在峭壁上 应该 很难被发现才对 林成若有所思地说 这巨琴 虽然飞得高 但同时他的眼力 应该也更好 能发现我们倒是不难 至于说 他为何要攻击我们 或许是因为我们闯入了他的底盘 或许 也是因为 他察觉到了我们 能给他造成威胁 又或许 林成的目光 落到了黑色的大剑上 这只巨琴 跟我们的目的一样 他也想要这件 人族帝王 留下的一宝 啊 他只是一只大鸟 要这一宝能做什么 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不管这畜生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至少 以后他恐怕是不敢了 朱子翘文言 他也是点头轻笑 刚才那一下 应该让他受到教训了 对于这只巨琴 两人 并没有将其当成死敌的意思 因为 或许真的是因为 他们无意中 闯入了对方的地盘 才引起了对方的敌意 现在 只要这巨琴不来攻击他们 那他们也就不会刻意 去寻找巨琴 将其斩杀 他们进入秘境 只是为了探索和提升实力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让林成不愿意再去跟巨琴纠缠下去 跟巨琴之间的战斗 虽然只有一击 并且时间极其短暂 只有刹那之间 然而 这刹那间的一击 却是汇聚了林成 对于猎羊刀的战斗经验和沉点 式的力量 以及他那全身精准的原理 可以说 这一击 凝结了林成 自从重生以来的所有的秀为 也正因如此 他才能够一击将那巨兽给击退 将其一根爪子击伤 虽然这其中有一部分 是黑色大剑的作用 但林成自身的修为 却也必不可少 也正因为林成 这极尽所能的全力一击 那一瞬间竟然打得空气震荡 似乎空间都有些扭曲 就这一击 让林成有了极大的感悟 甚至他的心里 隐隐好像抓到了什么 他需要时间 去静下心来 仔细地思索沉淀 所以 击退了季秦之后 他没有再多做耽搁 两人继续下落 当两声轻响传出 林成和竹子翘 终于双脚落在了地上 从他们月下悬崖开始到现在 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终于来到了峡谷之中 然而 如果严谨地说 他们从悬崖下来 其实只用了几个时辰而已 这其中还包括了 与巨兽交手的时间 剩下的几个月 都是两人在大剑上 修炼的时间 而这几个月来 最大的收获 便是林成已经到达了极限 竹子翘的实力 竹子翘的实力也提升了一大戒 虽然还没有到达极限 但如果只是以原力的雄厚程度而言 他已经不在林成之下 如果在配合上 衬手的兵器 哪怕是在外界 竹子翘在同境界之中 也绝对是最顶尖的高手 而此时 林成的手中 拎着他的斩马刀 身后背着黑色大剑 却是为竹子翘准备的 因为这一截大剑 足足有三米多长 竹子翘背在身上 实在是不方便 所以林成替代他背着 一旦出现什么变故 他只需要一转身 竹子翘便可以轻而易举地 抽出大剑 迎战敌人 刚一落地 两人便直接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之前他们还在峭壁上 就发现这峡谷中 有一条小河 或者说是小溪 更适合 他们此刻便是要前往这条小溪 在峭壁上的这段时日 虽然服用丹药 可以让他们不必考虑 吃饭喝水的问题 但两人毕竟不是修炼者 更远远没有达到壁谷的地步 出于身体的本能 让他们看到溪流之后 就再也忍不住 以最快的速度前往 很快 两人来到了溪流边上 这是一条只有三四米宽的溪流 清澈的溪水 哗啦流过 泛起些许的水花 在这小溪的两边 生长着一些植株和树木 虽然不是太高 但是却很茁壮 枝繁叶茂 充满了生机勃勃 在确定了溪流中的水 没有问题之后 两人先是饱饮一顿 而后 这再开始清理 洗漱自身 小贼 你走远一些 替我警戒 怎么 丫头 你是要 洗澡 不要脸 我只要洗漱一下 你快点 快点走远一些 她话还没有说完 就突然秀眉一簇 林诚也是眼睛一眯 对她使了个颜色 示意她不要说话 那好吧 我离远一些 去溪流那一边 总够远了吧 说吧 她众森 轻松地越过了溪流 来到了溪流的另一侧 下一刻 林诚突然间身形暴涨 手中的长刀 更是猛然一出 朝着附近的植株劈去 一声惊呼 在树丛中响起 下一刻 那声音就戛然而止 林诚手中的长刀 就搭在一个人的肩膀上 那锋利无比的刀刃 距离对方的脖子 只有不到半寸 这是一个与林诚 差不多身高的男子 身上的衣服 有些破烂 还带着一丝血迹 满脸的惊恐 林诚一言 就从此人的服饰上认出 此人是归一宗的外门弟子 然而让林诚更警惕的是 归一宗进入秘境的每一个人 他都见过 也绝对能够认出来 可是他不认识此人 你是什么人 林诚沉声问道 虽然刚才他在溪边 被溪水流动的声音影响了 过了片刻才察觉到 此人在呼吸 但足以说明此人实力不悦 说 这位师兄手下留情 听到林诚的一声抱贺 让此人顿时浑身一紧 连忙说道 我是长生门的 我们于贵宗 同为东周门派 彼此交好 请师兄手下留情 你认识我 林诚不由眉头一皱 你是长生门的人 那你为何穿着归衣纵的衣服 这位师兄 我并不是有意 要冒充贵门 弟子 实在是情势所迫 不得已才 看到林诚皱眉 他连忙说道 是这样的 那日我们三大宗门 在山顶聚集 准备前往这峡谷中探索 当日师兄你也在 并且也正是因为师兄你仗义直言 所以才使得我们 长生门没有被驱斩下山 可接下来 却出现了变故 那峭壁坚硬无比 我们所带的兵器 根本就无法将其破开 所以只能被迫下山 从山脚下绕行 说到这里 他忽然顿住了 因为他意识到 当初眼前这位 敢于正面挑衅 赵周扬的人 也是因为峭壁太过坚硬 结果掉下了悬崖 既然是绕行 然后呢 我们从山脚下绕行 本以为应该没什么危险 可却没想到 这真正的凶险 反而正是在这山脚下 那人的眼中 闪过了一道恐怖的神色 仿佛是想到了 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我们下山的那一日 就在一片低矮的丛林里 遇到了一头巨像 这个巨像实在是太大了 我们就算是 踮起脚 恐怕都摸不着他的膝盖 当时他正在发疯一般的狂奔 一只脚就瞬间将一位师兄 踩成了肉泥 临成文言 不由微微皱眉 但是 却没有多少吃惊的神色 他已经见过 那庞大到近乎 遮天蔽日的巨情 此人再说巨像 也就变得稀松平常了 毕竟 巨像这种野兽 本就是极为高大 又在这元气如此浓郁的秘境之中 身体再增大一倍 显然不是什么难事 就算是出现了一头 如同小山一般的巨像 临成也不会吃惊 他之所以皱眉 是因为此人所说的另外一句话 他们遇到巨像的时候 他正在发疯似的狂奔 这让临成 听出了一些别样的意思 你继续说 那巨像极为可怕 一路狂奔 直接从我们的队伍中冲过来 四五个师兄被当场撞飞 还有两个师兄 因为躲闪不及被踩死 也该是我们长生门走霉运 贵宗和万简宗的人 在前面没有遇到巨像 反倒是我们走在最后面 却遇到了这种可怕的猛兽 那巨像并未停留 而是直击狂奔而过 可是还未等我们来得及 救治那几位受伤的师兄 更可怕的事情又随之而来 什么可怕的事情 是一只巨大无比的恐怖的大鸟 那鸟真的是太过庞大 就如同一座飞在天上的小山一般 它从空中飞过来 整个天都变得黑暗了下来 它的眼中闪过了一道荆棘的神色 声音都变得干涩起来 这只大鸟 好像在追杀之前的那只巨像 可是它同时也发现了我们 它一下俯冲下来 只是一个俯冲 我们长生门就是 就是损失残重 死了十几个师兄弟 重伤的更是不下二三十个 这一下人手就折锁了大半 它艰难地抿了抿嘴 缓缓地摇头 不愿意去回想那可怕的一幕 你说的大鸟 是不是有着棕灰色的羽毛 双爪乌黑 鸟灼 弯如金钩 啊 是 就是这样 这位师兄 你也见过那只大鸟了 那人立刻点头 随即便惊愕地看着林成 似乎不敢相信 林成在见过那只大鸟之后 还能够活下来 你接着说 那人回过神来 又说道 因为那只可怕的大鸟的袭击 我们人手折损大半 剩下的人也都极为狼狈 几乎人人带伤 我也受了杀 只是伤势不算太重 乔师弟做出决定 让那受伤的师兄弟 在山脚附近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安顿下来 剩下的人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的一路上 倒是没有再遇到 这种可怕的猛兽 可是 其他的猛兽 也是相当的不弱 有一些猛兽 甚至需要乔师弟 亲自出手 才能将其斩杀 这也造成了 不少师兄弟受伤 就这样 大概过了 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忽然在低矮的丛林中 发现了一些尸体 其中 大部分都是贵宗的弟子 还有几具尸体 是万剑宗的人 说到此处 他微微顿了一下 偷偷看了看林城的神色 发现林城并没有多少怒色 他这才 微微松了一口气 又继续说道 因为 先前我们受到了猛兽的袭击 衣衫破损的厉害 很多人 都快要衣不遮体了 此刻看到地上不少的尸体 所以就 林城这才明白 为什么此人身上穿着 皈衣棕的装束 原来 他们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 看到林城面无表情 这人顿时 一颗心提了起来 颇有些忐忑不安的 看着林城 你接着说 是 本来 因为 损失惨重 我们都在犹豫 是不是还要继续往前走 可是 等看到这些尸体之后 我们便知道 贵宗和万剑宗之间 发生了冲突 并且已经大大出手 实力 肯定有所削弱 所以我们就继续前行 就这样 我们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绕过了山脚 到了峡谷中 也先后见到了贵宗 和万剑宗的人 到了峡谷之后 那股微压波动 就更强烈了 而且传来的方向 还很明确 我们寻迹前往 最后到了峡谷对面的 山体峭壁下的一个小湖边 也就是在那里 见到了贵宗和万剑宗的人 但是因为我们 折损的人手太多 所以我们并未靠近 当时 两大宗门的人 已经在准备下水 不过 奇怪的是 万剑宗的人 比贵宗的人还少 可是 我们之前见到的尸体 分明就是贵宗的人 折损更多 然而接下来 我们才知道究竟为何 那些人 正要涌入湖中 可那只大鸟 突然从对面的悬崖顶 冲了出来 疯狂地朝那些人 发起了攻击 万剑宗的人 就好像早有准备一般 转身就跑 贵宗的人便首当其冲 那大鸟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 也太过可怕 哪怕贵宗的人 四扇逃脱 也抵不过那大鸟 电光火石一般的急速 贵宗的人 死伤惨重 可那大鸟 却没有罢休的意思 在攻击完贵宗的人之后 又来攻击我们 师兄弟们 只能狼狈逃跑 往树林中逃命了 因为那个大鸟 不时地就在天上盘旋 我不敢出去 我只能躲在这里 却没有想到 会遇到师兄你 一口气说完 这人便忐忑不安地 看着临城 他甚至不敢抬眼 去看竹子鞘 他生怕激起了 临城的怒火 一刀将他给斩了 刚才那一瞬间 临城所展现出的 恐怖的实力 竟让他没有 半点反抗的余地 他便清楚地知道了 自己与临城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 他现在连兵器都没有 又如何与临城抗衡呢 临城听罢 与竹子鞘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 惊异之色 如果此人所说的 句句属实的话 那就意味着 这其中有很多事情 可就耐人寻味了 你说 归义宗和万剑宗之间 发生了冲突 并且爆发了击颤 那你可知道 他们因何事起冲突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万剑宗的人 不怀好意 所以我们在山脚绕行的时候 就都是尽可能地 离他们远一些 再加上 我们遭遇了猛禽的袭击 就更耽搁了不少时间 贵宗和万剑宗的人 早就走远了 但是 后来你们不是也到了湖边吗 万剑宗和贵宗的人 没有再起冲突 没有 当时我们到湖边的时候 贵宗和万剑宗的人 已经各自占据了一片区域 彼此离得很远 并且 已经在准备 到湖中去寻找医保 并没有再有所交手 呃 因为我们人手 折损的太多 所以我们并没有靠近 也就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冲突 是因何而起了 临城便明白了 看来 自从被巨像和大鸟 蹂躏之后 长生门的人 就已经成了精工之鸟 尤其是他们本身 就属于三大宗门之中 实力最热的一方 此刻又折损了大半人手 自然是不敢太过靠近 归宗和万剑宗 要知道 既然已经确定了 异保 就在湖中 那接下来得到异保 也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此时多一个竞争对手 得到异保的可能 就会少一分 以万剑宗那霸道跋扈的座牌 说不定 还真的会突然 对长生门下手 以长生门那时的实力 恐怕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干掉 换作临城 是长生门队伍的首领 也绝对会保持足够的警惕 不与其中任何一方接近 你刚才说 那大鸟 是从对面的悬崖上冲下来的 哦 是的 正是因为 有那半边山的遮挡 我们才没有看到 那只大鸟的存在 不然的话 也不至于毫无防备 损失也就不会如此惨重 那你怎么知道 万剑宗的人早有准备 你可别忘了 若是你骗我 哦 我可以肯定 万剑宗的人一定是早有准备 我们所站的那片区域 距离对面的身体很远 这或许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 那个大鸟 才只是刚一出现 万剑宗的人就开始逃跑 可他们却不是 慌乱的四处逃散 而是分成几队逃走 没有半点的慌乱的感觉 呃 还有就是 他们在湖边的人数太少 恐怕还不到一半 并且我没有看到赵周阳 要说他们不是早有准备 就算是傻子 都不会相信 临城周眉说道 这么说 万剑宗的人 早就知道那里有大鸟 嗯 他们肯定知道 躲藏在这里的这几天 我闲来无事 就一直在想当时的情形 我猜测 万剑宗的人肯定 也在山脚绕行的时候 看到了那只大鸟 追杀巨象的那一幕 后来 又知道了大鸟的 巢穴 所在的位置 所以提前做了准备 你说 他们在湖边的人 只有不到一半 那是不是 他们和你们一样 都是因为遭遇了 巨象和大鸟之类的 猛兽的袭击 同样损失惨重 再加上他们 跟桂义宗的人 起了冲突 也折损了人手 所以 只剩下了这些人 嗯 这绝对不可能 那人脱口而出 临城挑了挑眉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 万剑宗的人 个个都装束整齐 可是贵宗的人 却是略带狼狈之下 如果万剑宗的人 真的遭遇了 猛兽的袭击的话 那他们也应该 是狼狈才对 嗯 有道理 临城点了点头 将长刀 从对方的肩膀上移开 所以 在你看来 是万剑宗的人 早就有所准备 想要借机让大鸟 将你们和桂义宗的人 全都杀死 然后 他们便可以 独占湖中的一宝 对吧 嗯 肯定如此 当初在崖顶 赵周阳就想将我们驱赶下山 只是忌惮 乔师弟 所以他们也不敢太过分 也幸好师兄你 当时替我们障言执意 万剑宗的人才没有得逞 可是 却没有想到 他们还是贼心不死 到了峡谷之中 竟然还在算计我们 还算计了贵宗 林诚看着他强忍怒火的样子 忽然心中一动 想到了什么 他记得当初在崖顶的时候 万剑宗的确是想将长生门驱逐下山 当时他心里便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按道理来说 当时万剑宗 最好的办法 是应该与长生门联手 共同驱赶贵义宗 这样一来 不但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同时还能够更容易地控制长生门 但是万剑宗的做法 确实驱逐长生门 当时林诚就觉得有些怪异 只是不知道万剑宗的人 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难道说万剑宗的人 其实对于这秘境中的情况 已经有所了解 或者说 在到达山顶之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那只大鸟 就在对面的山上 林诚心中暗存 如此一来 驱逐最弱的长生门 留下较强的归一宗 便可以在关键的时刻 让归一宗成为炮灰 去引那只大鸟的注意 或者是干脆 成为那只大鸟的攻击目标 而万剑宗 可以坐向其城 独占一宝 这个念头 在林诚的脑海中闪过 但很快 林诚又摇了摇头 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如果万剑宗的人 真的是如此打算的 那他们首先 要早就知道 湖中有医保 也要知道 那只大鸟 就在湖岸边的山上 可是当时根据时间来算 万剑宗的人 从进入秘境开始 就算是一息的时间 也不耽搁和停留 不停地赶路 也绝对无法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赶到峡谷中 并且探查到 湖中有一宝 因为从进入秘境开始 一路上 龟一宗的人 几乎都是在 紧跟着万剑宗的足迹探索 万剑宗 他们的人 没有那个时间 去完成这些 况且 假如说万剑宗的人 真的已经提前探查到了 那他们又何必再返回荒山 并且 从当日万剑宗的人 也要从崖顶 往峡谷下下的举动来看 他们显然也不知道 这山梯 会是如此的坚硬 所以 综合这些来看 林诚觉得 万剑宗的人 恐怕并没有提前了解 秘境中的情况 只是 如此一来 万剑宗的一些反常举动 却还是很难说得通 林诚不由皱起了眉头 沉思了起来 片刻之后 他忽然问道 你可知道 龟一宗的人 往哪个方向逃了 啊 往 往哪个方向 当日 因为那只大鸟的突然袭击 除了万剑宗的人早有准备 可以从容不迫地撤退之外 其他人 其他人 都是根本没有半点的准备 可以说是 四散逃脱 极为狼狈 他顿了顿 不怕师兄你嘲笑 我当初 也是吓得魂飞魄散 只想着逃命 几乎无暇去顾及其他 所以 我并不清楚贵宗的人 都是往哪个方向逃走了 林成 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听到这个答案 心里多少有些失望 但却也明白 此人所说的 应该是实施 那只大鸟的可怕 林成 是亲身体会过的 如果不是 他已经达到了极限状态 同时 又手握着人族帝王 遗留下来的大剑 那他也未必能够 从那大鸟的利爪下 讨得了好 就更不用说 这些舞者了 不过 那人忽然 语言又止 林成 微微皱眉 他说道 有什么话 就直说 不必吞吞吐吐的 我也是 不太确定 那人迟疑了一下 才说道 就 就在两日之前 我无意中 从这林中听到了 一些异响 本来我以为 可能是其他的猛兽 因为我的手上没有兵器 所以就没有过去查看 可是 几个时辰之后 我来到这溪流中喝水 却无意中 在这溪边 发现了足迹 我当时就在想 会不会 是某位师兄 也躲藏在 这附近 只是因为 彼此 都十分的小心 所以 才一直 无缘得见 林成 挑了挑眉 你 确定是 人的足迹 呃 是 是人留下的足迹 还有 野兽留下的 我还是 能够分辨清楚的 只是不知道 究竟 是不是贵宗的人 当日 我若是有兵器在手 定会出来探查一番 说不定就能遇到 唉 想来也真是遗憾 林成 不知可否地摇了摇头 他与朱子俏 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 对方眼中的 一丝笑意 此人说起来 似乎很遗憾 可实际上 林成 却是看得出来 他这么说 其实只是为了 掩盖 他心中的胆怯 堂堂一个舞者 并且实力 还不算弱 在这没有 妖兽存在的 秘境之中 竟然连出来 探查的勇气 都没有 要知道 林成 可是从他的话中 听出了一个细节 此人 先是听到了一响 而他却是 在几个时辰之后 才出来喝水 哪怕此人 只是含糊的 异于带过 林成也能想象到 当时此人 定然是恐惧地 躲在林中 长达几个时辰 这样才能够 确保附近的猛兽 已经离开 而后 他才赶出来喝水 林成 不由暗暗摇头 此人 已经是被吓破胆了 那就这样吧 多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现在 你可以走了 啊 那人一正 随即连忙说道 这位师兄 我能否和你们一起走 林成摇了摇头 我们要去找个人 这一路上 肯定还会有凶险 带着你 不合适 啊 师兄 那人一听林成这么说 顿时就慌了 这位师兄 虽然我是 长生门的人 可我们与贵宗之间 并无任何冲突 甚至 我们门主 和贵宗的长老 还是至较 我王严生 虽然实力低位 但是一些跑腿的小事 我还是能办得来的 况且 你之前见过的那些尸体之中 有没有一个穿着一席青色长衫的人 这王严生的话 还没有说完 就被林成忽然打断了 啊 青色长衫 王严生一正 随即摇了摇头 呃 没有 我见到的所有人 都是身穿 贵宗 或者万剑宗的衣术 并没有一席青色 林成文言 不由松了一口气 还好 至少周川 并未死在那万剑宗的冲突之下 那 在湖边的时候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呃 湖边 王严生摇了摇头 当日我们三个宗门之间都隔了很远 我没有看清楚 林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王严生 你要是跟着我们 倒也不是不行 不过 我们最终是肯定会去湖边的 你确定 还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吗 啊 湖边 那 那 那里 那里可是大鸟的地盘啊 王严生 文听此言 不由脸色一变 声音都微微有些颤抖 他没有问林成 为什么要去湖边 因为他知道 任何人在听到医保的消息之后 都绝对无法 他心如止水 他自己同样也是极为心动 然而 一想到那可怕的大鸟 那惨死的师兄弟 他整个人都禁不住 微微地颤抖起来 心中的恐惧 无论如何 都抑制不住 林成点了点头 我知道 但那大鸟 也不会时刻都守在那里 总会有离开的时候 不是吗 王严生张了张嘴巴 想说什么 却又欲言又止 最终 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只是眼中 充满了惊惧的神色 林成看了看他 等了片刻 见他还是没有做出决定 微不可查地摇了摇头 王严生 的确是已经吓破了胆 完全没有了半点的勇气 既然你不想去 那就尽可能的多好 如若我遇到你们长生门的人 我会告诉他们你的位置 让他们来找你 丫头 我们走吧 看着林成和竹子鞘两人 转身离开 王严生急忙想说什么 可是 却仗红了脸 硬是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他不敢跟着林成两人 去湖边 可他自然也明白 想要林成两人 留下来陪他 那更是一种 再荒唐不过的念头 最终 看着林成两人 越走越远 王严生 那张红的脸上 血色 褪得一干二净 煞白一片 他已经废了 走出去很远之后 竹子鞘 不禁说了一句 林成 微微点了点头 如果 他能够活着走出秘境的话 这里 将会是他此生 最大的梦魇 除非 他能够走出来 如果 在外界 哪怕是哪个城池 以他的修为 都绝对是风云人物 唉 可是 为了异保 为了成为修炼者 不知道有多少人 像他这样的人 从云端 跌落泥潭 修炼之路 本就充满了凶险 当我们踏上 这条路的那一天 就应该有 这个心理准备 那 这么说 你还是要去寻找 医保 当然 临城 那种状态 是毫不犹豫的 我不光是要去寻找 医保 还想得到传承 临城 看了看 秘境入口的方向 心中说道 我还 为杀上万剑宗 亲手宰了左墓 如何能够停止 临城 的确是想要寻找 秘保 哪怕 那位人族帝王 留下来的 异保 已经如同手中的 黑色大剑一般 被漫长的岁月 磨命了灵性 没有了多大的威势 可是 只是那超凡的才智 便几乎 可以做到 无坚不摧 这种 异保 哪怕 连最后的一丝波动 都没有了 仍然不愧是 异保之名 不管是对于武者 还是对于修炼者而言 能够得到这种异保 都绝对是 天大的机缘 甚至 可以说是 梦寐以求 林成当时 只是看到了 人族帝王 和那域外邪魔的 最后教授 整个激战的过程 他却是没有看到 所以 他不知道 这其中 究竟有多少 异保 遗落在此 不过他却知道 当时 那位人族帝王身上的 金甲 破烂 就连帝王 宝印 都残破了 像黑色 大剑这栋 一宝 更是随手 就被回去 可想而知 之前的大战 究竟是 何等的 惨烈 那么 在这场 惨烈的大战中 又会 有多少 异保 遗落在此呢 光是想一想 就让人激动 不过 林成的心中 却是 一直都有 一个疑惑 他当日 分明是看到了 人族帝王 一手 持着帝王 宝印 直接 将那 玉外邪魔 震杀 与此同时 人族帝王 还握着 那断剑的 后半戒 一招 便将那荒山 和大地都劈开 也就形成了 现如今的峡谷 可他最后 却没有看到 那人族帝王 是如何消失的 只是 等他从那 惊天动地的震撼中 回过神来 那场激战 就忽然 从他的感知中 消失了 他便看到了 竹子鞘 所以 他一直心中疑惑 在那场大战之后 那位 人族帝王 究竟 是自身 也陨落了 疑惑是 已经离开了 联想到台文星 曾经说过的绯闻 上古时代 一位人族帝王在此 激战 欲外邪魔 在诛杀了邪魔之后 自身 也因为伤势过重 陨落在此 临城 不由心中 一沉 或许 那位人族帝王 并未陨落 只是因为受了伤 所以 才沉寂了 那位人族帝王 英姿勃发 威压 那种霸气无双的神武姿态 让临城神亡不已 心中无比的惊服 这么一位 盖世大能 若是因为地狱邪魔 而允乐的话 实在是太过让人悲伤 和痛惜 也让人心中震撼 可是 想到上古时代 有那么多的大能 都在那场漫长的 旷世大战之中 陨落了 有些 甚至就连尸体 都没有残存 临城就忍不住 心中一紧 有些不愿意想下去了 接下来 两人 循着小夕而走 根据王延生的说法 这小溪的水 其实就是从 藏有一宝的那个湖中 流出来的 所以 两人根本就不需要 去刻意寻找小湖 只是沿着这条小溪 就能够达到湖边 同时 因为遇到了王延生 让临城意识到 除了他之外 这小溪附近 一定还有人 隐藏在此 这些舞者 可以服用丹药度日 但他们都不是修炼者 更没有达到 壁谷的地步 所以 丹药总会有用完的那一天 而这溪流附近 就会成为他们最好的 生存之地 果不其然 仅仅不到半个时辰 他们再次感受到了 溪流附近的 矮堤丛林旁边 有微微的动静传来 虽然有溪水的流声 可是 这个掩盖 却逃不过临城 强大的感知 在峭壁上 疯狂地修炼 达到巅峰状态之后 此时 临城的感知范围 从原来的 五百米左右 一下 暴涨到 足足一千多米 甚至 它可以 感知得更为清晰 神念 也更加茁壮 远不是之前 可以比的 察觉到动静 临城却没有 立刻进入丛林 而是不动声色地 放出感知 顿时 一个躲藏在树下的舞者 出现在临城的感知中 他不由 眉头微皱 此人身上的原力波动 相当的不弱 至少也是麦伦镜 八重以上的修为 甚至 很可能是麦伦镜九重 这哪怕 是在尽如秘境探查的 舞者之中 也可以算得上是高手了 况且 此人身上的原力波动 如此的强烈 这就说明 对方没有受伤 至少 没有受重伤 可他却仍然是躲藏在 林中不敢出来 这让临城不禁暗暗摇头 又废了一个 很显然 此人也是被吓破了胆 如同王延生一样 只敢躲藏在林中 期待着 有人能够救自己 对于这样的人 临城甚至连上前 询问的兴趣 都没有了 他摇了摇头 丫头 走吧 不是归一宗的人 他身上的原力波动 我不熟悉 应该不是归一宗的人 每一个舞者 因为自制不同 风格 心性不同 哪怕是修炼同样的功法 最后所达到的程度 也不会完全相同 与之相对的 便是每个人的原力 呼吸 以及气息等等 都有所不同 临城现在感知 大大增强 已经能够初步的 察觉到这些不同之处 而林中那个人身上的 原力波动和呼吸 他并不熟悉 所以 此人应该不是归一宗的人 就算是 那至少也不是他所熟悉的 像周川 苏明胜 和台文星等这些 比较熟悉的人 只要出现在他的感知里 他瞬间就能够察觉出来